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算是我这代人小时候养成的这么个生活习惯 那会儿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脑 家家户户撑死了 也就是有台电视机 电视机拢共还就这么俩频道 每天晚上 新闻联播 再播电视剧 电视剧每天就播一集 趁着播 就跟说评书一样 老吊着你的胃口 一集电视剧播完了 最多也就八点刚过 九点不到 这点 您恒不等马上就关灯睡觉了吧 就上床了 是不是 这不行 那你要想再找点娱乐活动 您只能上大街上溜去 具体说您上街 是为了干点什么 或者说去什么地方 那不一定 亚马路 溜大街 纯粹就是为了溜而溜 溜的过程当中呢 顺便看看热闹啊 打了咋的新鲜事啊 用技工的话说呢 就叫看看世间人情 今儿溜烦了 还可以去大商场里边溜溜 八九十年代 普通老百姓家 这冬天生风窝没炉子 取暖 夏天呢 最多就是个电扇 没有空调 大商场里边有中央空调啊 东莞下凉 说句难听话 比好多人家里都舒服 在家商场里边 还有好多东西呢 溜的过程当中 看见什么漂亮衣服啊 就可以让售后员 就拿出来试试 买 买可不买 就过过干瘾 看见有什么新闻玩意儿 拿出来 让售后员拿出来 我们看看 最后买不买法 他也无所谓 反正那时候商场售后员 全是正式职工 每月甭管东西卖多卖少 都挣那么些钱 他老跟柜台里站着 也嫌得乌鸡六瘦的 他没准还巴不得 有个人过来捣捣乱 逗逗牙签子 聊会天 拿衣服试试 怕什么呢 眼下大伙要是不打算买东西 轻易都不敢往商场里边溜达 为什么呢 售后员推热情 热情的有点过分 恨不得您刚进商场门 气还没喘云漏呢 七八个售后员就围上来了 前后左右 全方位的无死角的围堵 先生您看点什么呀 哎呦大妈 您今儿可打折优惠 要不您过来瞧瞧 大爷这有礼品费送鸡蛋 要不您来一份领一份 当家计多好 这好全来了 好不容易您把这帮祖子 糊弄走了 进到商场里边 也料不踏实 必须得一直走 不能停 怎么的 但凡您跟哪地方停了 超过十分钟了 就准得有售后员又过来了 先生您看点什么呀 这时候您要是嘴里随便应付两句 我就随便看看 矫情使劲赶紧走啊 走了也就走了 怕就怕的是 您跟人家搭伙 东西也拿出来了 也试试了 最后不买 到时候您再看这售后员 小圆脸一抹 改长脸了 赶上有那素质不高的 您前脚走 后脚就得甩链子 就知道买不起 穷逛个什么劲呢 你想这话就来了 售后员甩这么几句闲链子 也算是一种营销策略 说白了就叫激将法 碰上那暴脾气 爱枪火的主 听见售后员甩这么一嗓子 那觉挺没面子 就得掉回头 你说什么 买不起 我还告诉你 爷们有的是钱 知道吗 不就一千块钱一个吗 来八个 开票 嘿 您这一觉得没面子 一志气 售后员这买吧 人就算做成了 提成也拿着了 是吧 我还赶上过这么一回啊 不是商场里边 是跟大街上 好多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啊 九十年代初 全国各地 只要是大城市 都能看见那么几个挑着匾子 沿街卖瓷器的 全是家里边用的这些盘子碗啊 落在一块拿绳子捆结实了 挂在匾子上 前头一锣 后头一锣 挑着这么卖 这么一条瓷器 当时大概啊 得二三十块钱 我那天也闲的没事啊 跟大街上碰着那么一位 偏赶上家里 正好缺几个盘子碗 也不是特别急需啊 半想买半不想买 跟人家那斗壳子 斗了半天 砍价 砍到二十块钱了 觉得还不太划算 就想干脆拉倒吧 不买了 那慈禧那位呢 眼瞅着 这送上门的生意要黄啊 就给我来了这么一手 我早就知道你不想买 你没钱 跟家做不了主 是吧 二十块钱都不敢决定 我那时候刚二十多岁出头啊 血迹方刚啊 正好跟人较劲的岁数 听见这么句话 你想 那心里能舒坦得了吗 二话没说 当时就从兜里掏住二十块钱 往那哥们手里拍 二十就二十 给你 我做得了主 是吧 你看我做得了主 做不了主 卖慈禧那哥们还挺随和 拿着钱 再也没说旁的话了 把两落慈禧 给我往道边一放 扛着空扁的 人走了 我跟那站着 看他得走出去 有一里多地 才回过味的 自己八成中计了 买卖东西 这种激将法呀 好多朋友日常里边 可能都碰见过 眼下不是有个 挺流行的说法吗 不管什么过程 只要结果 售后员的工作 就是卖货 人东西卖出去了 钱挣回来了 人就算完成任务 可是拿激将法忽悠着买主掏钱 这路数啊 用句俏皮话来说 那就算 砂锅捣蒜 一锤子买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全世界 甭管什么地方啊 但凡正经 做生意的 讲究的都是和气生财 拉回头客 这回您上我这来了 花钱买东西 痛快了 高兴了 下回您还惦记着 上我这来买 这做买卖 只要一用激将法 这买主虽说 当时脑袋一迷糊 当一冤大头 面子哥也伤了 北京话讲 叫栽了面了 除非太阳 再打媳妇出来 这辈子 您都别惦记着 再上您这买东西 套二回钱了 这电影啊 有一代宗师 里边有这么句 经典的台词 说人活在世上 有人活成了面子 有人活成了李子 中国人讲究的 就是面子 其实不光中国人 只要是人 都有个脸面问题 真正能做到 臭不要脸的 少数 要不怎么有 那么句俗话呢 就人要脸 树要皮嘛 对吧 前几年我写了本书啊 叫玩 里边有篇东西 讲的都是养鸽子的事 末了说了这么句话 叫老北京人的面子 是金不换的 养几只鸽子 怎么能体现出 老北京人面子呢 这话要说起来 还得往一百多年以前 那刀 老北京人玩鸽子 玩的最热闹的那段啊 是烦青 拔起子弟那会儿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拔起子弟不用上班 按月到日子就领工资 好多人除了每天吃饭睡觉 一门心思 就是琢磨 怎么玩 那会儿玩鸽子 大概就两个路数啊 一个路数跟现在 信鸽协会 玩的那差不多 把笼子里边装上鸽子 带到远处 笼门一开 鸽子一撒 让它自己飞回家 玩的就是鸽子的这个耐力和方向感 归潮雨 大伙各玩各的 井水不犯河水 万一鸽子半道有什么闪失丢了 也只能是自认倒霉 你也不能饶事 嚷嚷去 真要那么找 就是既丢了鸽子 又丢了面子了 往后您跟这圈里 您没法混了 这就跟以前琉璃厂似的 买货您打了眼了 那就咬牙往肚子里咽 胳膊折了往袖口里吞 自认倒霉 不能找后仗 这道理是一样的 再有这么一种玩法的路数 跟这个对抗性就比较强了 容易激化矛盾 具体的玩法呢 眼下您来老北京胡同里边溜达 经常还能看见那养鸽子的人家 每天定时定点 把鸽子撒出来 鸽子也不往远了去 就跟他们家房顶上的那块天 成群的 跟那绕圈 来回飞 尤其是秋天 秋高气爽 蓝天白云 鸽子椅子上再挂个扇 在天上 这么一响 立马就能找着老北京的感觉 现在养鸽子的人本身就少了 天上也宽敞 不存在堵鸽子的问题 对吧 过去不一样 大伙都养鸽子 都往天上撒 那里边就有水平高低的问题了 怎么个水平高低呢 您比如说我养的鸽子 是吧 我调教的好 就认自己家这块地儿 并且意志坚强 立场坚定 别人怎么拐的都拐的不走 那我甭管什么时候都敢把鸽子往天上撒 这就叫缝 北京人讲牛 有面 对吧 大概那位呢 手朝点 鸽子调教的也差点 属哈尔齐的 撒手没 碰见这种情况 稍微要点面子的人 看见水平高的人 人家放鸽子了 自己就人了 我先不透那热闹了 真要是说不识相 您把自己鸽子再撒到天上去 别人鸽子挺厉害 您这鸽子刚一上天 让人拐走一半 那只能自然倒霉 除非关系特别好啊 轻易的 您也不能上人家药去 也有人养鸽子 故意那就 枪火玩 你发鸽子 我也发 咱们倒塞一塞 倒看看谁高谁低 结果手也不计输给人家了 当时不好说什么 心里憋口气 回头再找谈打架 喂两只鸽子杀出人命来 这以前都不算心情 那位说喂两只鸽子 闹这么大动静 值吗 真不值 要不老百姓怎么说 有句俗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 可这话说出来 人活着 要真是一点面子都不要 没脸没皮 人设崩塌 节操碎一地 活着好像也没多的意思 是吧 善天方先生说评书 老爱用这么一句定场诗 叫 酒是穿肠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 才是惹祸的根苗 气是乌烟的火炮 这四句的出处叫 九色财气歌 最早是 北宋年间 东京汴梁大象国寺 有位叫佛印的大和尚写的 原文是这么说的啊 酒色财气四堵墙 人人都在里边藏 谁能跳出圈外头 不活百岁 寿也长 佛印大和尚写完这首诗 觉得境界挺高 挺有哲理 就把这四句话 当标语口号 写在自己住那屋里边的 那个墙上 意思是 也想露露脸 找着面子 是吧 话说有这么一天 苏东坡去大象国寺 找佛印大和尚 传门聊天去了 看见墙上这四句 标语口号 苏东坡觉得稍微差点 就跟旁边又添了四句 叫 再后来呢 王安石陪着宋神宗 去大象国寺烧香 看墙上这八句话 也给添了四句 叫 五九不成礼仪 无色路断人息 无财民不奋发 无弃国无生机 四肃神宗一看 手底人都这么有才 你当领导的也不能扇着呀 对吧 干脆 今儿就今儿了 我也对付四句 提笔跟墙上也写了四句 叫 前前后后四个人 总共写了这么十六句话 流传到民间 老百姓总结了总结 归纳了归纳 四舍五入 合并同类相 弄出这么少大优势 五九必经不成习 五色世上人见兮 五才谁肯早早起 五气处处惹人气 饮酒不醉 量为高 见色不迷 真应豪 非分之才 君莫取 忍去饶人 祸自消 说来说去吧 其实就是个度的问题 讲了这么个辩证关系 面子也是一样 是好是坏 全看怎么把握这个度 刘斋里边有这么个故事 叫少女 讲的是这个柴廷斌 柴大爷 娶了没大奶奶 大奶奶这人呢 你也不能说他纯粹是个坏人 只能说是魂 不明是理 成天就跟家里边打吓人 好家伙 真是折腾的盆朝天 玩朝地的 日子就他没法过了 柴大爷呢 后来娶了这么个小妾 叫少女 有文化 讲策略 你柴大奶奶不是魂吗 我不跟你硬碰硬 我不跟你正面冲突 对准对骂 可是呢 咱们可以编个套 拿面子把你拘住 架得高高的 还让你拉不下脸来 再折腾 偏感是这时候呢 柴大爷跟柴大奶奶 闹别扭 俩人冷战 谁也不理谁 少女跑到柴大奶奶 那劝家庭 怎么说的呢 大奶奶 要不您姿态高点 咱们好些不踩臭狗屎 给大爷个台阶下 柴大奶奶闹的这份呢 心里其实早就后悔了 啊 就面子上过不去 硬撑着 还想端端架子 顺口大爷 问了少女一句 你说 我要先给他台阶上赶着 是不是有点犯贱呢 少女听他这么一问 马上连摇头带白手 不能不能 不能 谁敢这么想啊 谁也不能这么想啊 大奶奶您是谁啊 那就是梦光在世 活梦光 这柴大奶奶倒霉推的 饶而不识字 没文化吧 还挺好学习 紧跟着就问 这梦光是谁呀 梦光您都不知道啊 那是咱们妇女界的标兵 旗舰带头人 小三丛知四得 上抗一把剪子 下抗一把铲子 人家对自己爷们 那家伙没治了 大奶奶您就是梦光在世 活梦光 您要是主动点 先给爷们个台阶下 大伙都得说您是高风亮节 万古流芳 呼 柴大奶奶让这少女的密呼哟 脑里瓜子一热 得 豁出去了 我今儿就活梦光了 你家 咱们这 柴大奶奶让活梦光 这面子给举着 在家里消停了好几个月 全家人 男女老少少受了不少罪 眼下呀 学校老师收拾那些刺头的学生 好多用的还是少女这套炉子 学生不是淘气吗 不是破坏纪律不服管吗 没关系 我这得当班干部 管别人去 您想想刺头的学生当了班干部 开始管别人了 他还好意思自己带头折腾吗 这不是都一路说吗 老北京有这么个说法啊 眼下全国人民差不多都知道 叫有点有面 有点有面这说法到底什么意思呢 好多朋友包括北京本地人啊 都解释说是做人应该有外在有内涵 这就叫有铃有面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游铃有面 讲的是做人必须有个相互性的问题 游铃有面这说法在北京土话里边有个反义词 叫活来 什么叫活来 现在您开车走到大马路上啊 赶上特别窄的那个路面 两辆汽车顶了个牛 那就得想怎么错车 对吧 两个司机都转方向 各往自己的右边打一把 一百多年前 北京大街上看不见几辆汽车 最常见的就是 骆骆翔的拉的那种洋车 南方叫黄包车 两辆洋车要是赶上这路窄顶了牛了 洋车夫就得喊一声 怀而来 意思就是说 咱们两个人都往右 往自己的怀里 把这个车的方向歪歪车把 错错车就过去了 怀而来这种说法呢 后来慢慢演化 就多了个意思 指的是自顾自 不管别人 哎呦零有面的意思 跟怀来正好反着 意思就是说甭管多呢 大伙跟社会人混 都得有个互相包含 得懂得互相给面 不能只讲一面 这么个零 什么叫一面零呢 十多年前以前啊 郭老师有个段子 叫接瓦 最早是和张云顺先生一起说 后来我们也说过一半 相声里边呢 这个租房的 还托摩接人家瓦 卖钱的那位 玩的就是一面零 回而来 站在院子里骂我呀 我是个老实人啊 你哪个你老实 我从小到大 我没说过三字啊 我手直捉搓呀 手都弄了 没话不知的 我这胳膊还有知觉吗 你在这儿 我轮起来 给谁一嘴巴 打老头 还是没知觉 打老头 打老 打我累了呀 七十多老头你这么打 你缺德吧你 我哪能抽的 我试试手啊 我一拷我领子 我 怎么样 老头 就出去了 孩子过来拿个拐刀 就是这个孩子 我媳妇过来 把老头的鞋拔下来 唰唰 瞧这一家子是你不许 啊 家有协替帐 你不做 更是 可以吧 是吗 有你说理 我敬你不行 知道吗 你欺负人不行 那家私有点儿的敬你 哪私有点儿 难道你唱 郭老师跟台上老爷说这么句话 叫当面殉子 背后叫妻 这句话说的就是有理有面的问题 小孩 您都知道 脾气秉性和大人不一样 自尊心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强 真敢上犯什么错了 家长老师 是吧 当着别人的面批评了也就批评了 孩子一般不会特别往心里去 也不会记你的仇 要不咱们有句老话叫小孩没脸呢 真要是说这孩子长到十几岁了 明白事儿了 自尊心也强了 那您就得懂得给他留点面子 好多事儿当着外人 打听广众的讲 跟私底下俩人讲 说说知心话 那都是一样的话 效果肯定就不一样 比如说单位同事 做什么工作 您发现他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 是吧 有问题了 那有问题怎么办呢 俩人平时关于不错 下了班 您把同事约出来 找个小饭馆点几个菜 弄两瓶啤酒 俩人这么一吃一喝一聊 顺着手把问题这么一说 同事回去了 哎呀 那么巧妥呢 把错误这么一纠正 人家心里没准还得感谢您一辈子 这这叫朋友 是吧 这有什么事儿人家跟我说 而且不当着人 反过来呢 你要说私底部说 我非等着单位好几百人开大会的时候 我当着领导面站起来发言 对吧 汤汤汤汤汤汤 把人家那个一顿踩过 是 当时您是肯定露脸了 那同事可在了面了 人这心里要不恨您恨的牙根痒痒 回头要不琢磨着怎么报复您 他还能算是正常人吗 您说 对吧 工作里面是这样 日常生活也是这样 最简单的 您抖在大街上 人多 背不住谁就踩这一脚 敢是踩人这位 是个外常人懂得给面 马上就跟挨踩这种客气 呦 您瞧这话怎么说的 人多 我可不是故意的 没把您踩坏了吧 这就 没什么事儿了 一天云再散 是吧 这俗话说的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面都给到这地步了 挨踩的这位也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只能是互相给面 哎呦 没事没事 这都没留神 是吧 这不过去了 你瞧 一天云再散 事也就过去了 真要说 挨踩这位不懂得给面 得理不饶人 有理的事儿 最后也可能弄成没理 走前的那位 没注意踩他一脚 本身人家正打算道歉呢 他这先嚷嚷嚷嚷 嘿嘿嘿 掌家眼出气的 瞎呀 踩着我了知道吗 你瞧 听见这么两句话 踩人的那位 没火 也给公器火来了 啊 踩你了 踩你脚了 踩你脚怎么着 我看应该踩你嘴 你瞧 这不就是相声里边说的吗 哎 踩这位一听火更大了 一耗人就拨领子 你踩我脚里还骂人 就是这事儿没完 你把我踩坏了 你先带我看病去 俩人连马带让 连推带嗓 对吧 这挺小一件事儿 非闹到派出所 这 这就没意思了 小黑屋一关 谁都白耽误半天功夫 是吧 弄的就完全就跟那个 两码事 老百姓有句俗话 叫做人留一线 将来好见面 哎 就是说面子这玩 说白了 就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器 太多了不成 没有也不成 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 大家互相给个面 有理有面 做人才能有个好人缘 您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得嘞 今儿聊个面子问题哈 又聊了这么多 等下回再聊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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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